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面使用一个配有40x40的柔光箱 闪光灯 火亮妹子的面光 这里用这个尺寸的柔光箱是为了缩小灯光的范围 所以这个灯位一定要尽量的接近模特 因为我们只需要将人体照亮 环境色暗 人物量不仅凸显人物 还能渲染一种人物出于海底无法挣脱的忧郁感 如果灯放置的太远 灯光发散就会导致场景受光面增大 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也会淡化我们想要的故事感 场景光灯位有两个放置的机位 一个是摄影模特 场景光灯位三点一线的模特正后方 制造发型光 或者放置于模特的左右后方 这种放置方法可以避免出现稍微调整拍摄角度 模特就无法刚好挡住闪光灯的情况 这两个布灯机位 场景光灯头位置都是朝着模特背后的 这里如果有第三个灯的话 可以一个朝着模特正背后 一个朝着模特背后的场景 光影范围会更加到位 那我们前期拍摄的细节处理的越仔细 后期工作就会越省视 这里场景中的一些暖光灯道具可以适当保留 并放置在距离模特稍远的位置 制造隔绝感 这种构图的照片可以稍微拍一两张 适当丰富整套图片 不过显得整套图片看下来每一张都千篇一律 容易产生顺美疲劳 拍摄过程中还可以利用场景中的一些环境物的遮挡 以及灯光位置的细微调整 拍摄一些脸部光线半明半暗的图片 再说到cosplay最灵魂的部分 角色性格的还原 在这次的拍摄中 这其实是最难完美还原的部分 因为斯卡蒂的故事设定 导致她的角色性格是非常复杂的 魔头人很难完美的去还原她的表情和气质 我们在拍摄中可以使用一些适当留白的拍摄手法 辅助还原 多引导模特拍摄一些看远方 目光没有聚焦点 思绪不明的照片 避免整套照片下来每张图片 模特都直勾勾的盯着镜头看 接下来分析图片后期的思路 对比这三张照片 在LR PS里都只做了简单的处理 大家只要跟着我接下来的步骤一步步分析就能学会轻松出大片了 首先我们要对最终想要的效果有一个大概的概念 前面有说到这次的关键词是大海 忧郁和无法挣脱的命运 那我们就把色温基调定为偏蓝 标准情况下 色温低于5200的时候会色调偏蓝 曝光度 去朦胧值 以及对比度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设置 左拉拉右拉拉 什么参数下图片看着顺眼就用了一个参数 我很久很久没有拍打灯的cosplay了 所以这次前级拍摄 闪光灯的强度 参数设置的比较保守 调色阶段的时候发现原图中高光部分比较平淡 而我想要那种海底之城亚特兰蒂斯的感觉 于是就将高光拉到了最高 大量降低阴影 拉高白色 然后把黑色调整到了一个画面暗部 不会有死黑的最低值 很多cosplay的服装本身就是比较鲜艳多彩的 这里再提高鲜艳度强化一下 色调曲线稍作调整 避免画面亮部出现油光即可 HSL部分在没有其他光源的影响下 妹子的肤色一般是橙色加红色 这里提高橙色的明亮度到符合自己想要的肤色效果 其他颜色也按照自己的喜好略做调整即可 分离色调这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这和我们调色第一步设置了色温一样 也是调整氛围的关键 这次我们将高光部分的色调调到蓝色 调整饱和度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第二步调整阴影色调还原肤色 到了这一步图片已经非常接近我们想要的效果了 将这张图的色调复制一键同步到我们其他的选片中 然后再对每一张进行微调就可以达出了 下一步在PS中打开图片 用提前设置好的动作进行磨皮加降噪 然后去瑕疵稍作液化 因为相机拍出来真的会脸变大一圈 而且放大瑕疵 最后调整曲线 增加中间亮度 现在看起来就非常棒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期小野妹子 斯卡蒂的cosplay吧 如果这期视频有帮到你的话 记得一定要一键三连哦 在没有其他光源影响的情况下 妹子肤色一般是蓝色 在没有其他光源